随着小托马斯,帕克,以及奥卡弗相继拿到合同,就等着新赛季打出身价,来年好些道合同的时候,有一个人还在自由市场,寻找一份工作,此人便是劳森。 然而,尴尬的是,30支球队的阵容基本上都定下来了,即便球队还剩一个名额,他们也不想就现在随便找一个人就签了,毕竟,在交易截止日期之前,这个名额的用处比现在大多了。 如今,两个月过去了,28加17支人,仅仅得到了一个视讯,还没通过。 南少阿志《Hoods Hype》记者Alex Kennedy,透露,华莱士之前参加了提湖的视讯,泰劳森也是视讯的球员之一。 然而,劳森的视讯并没有打动提湖,相反,却得到了提湖一份为期两年,不分保障的底薪合同,这就很尴尬了。 像当年,这也是一名准全明星级别的后卫,可是现在没伤没病,正值颠峰期的时候,却连一个新秀都比不过。 南少阿众所周知,劳森是库里哈登一届的,虽然他顺位并不靠前,仅在18顺位被选中。 但是,与前两位相比,劳森第二个赛季就被决金当作头号的分手来用,而且没有遭遇伤病困扰。 曾经登场哄下28分17次入攻的生涯代表作,很多人都知道霍里当年以下课上击败决金,几乎无解。 在那轮系列赛劳森也同样出色,场均可以哄下21.3分8次入攻1.67场段。 事实上,劳森找不到工作有两个,一是,他头篮不够稳定,三分不是强项,加上防守受限于身高,就在小球时代,几乎都是空位最致命的弱点。 而是,态度不是很好,像当初,决金那么用心培养他,他却是有成席。 一年之内,两次酒驾被捕,无奈之下,决金把他交易到火箭,之后状态迅速下滑,逐渐掉出顶级空位行列。 而在过去一个赛季之中,他来到CBA淘金,整个赛季都还不错,却在最关键的场期大战中,表现低迷。 当然了,谁都有低迷的时候,可是他转眼就和奇才牵迷,还不忘吐槽CBA自己洗球衣,这就很过分了。